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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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說 發集有一個整個 MN的視力棒 是按照他們的主力棒 他是長者 就是大家一開始 進工去就會體育 在美尼佛商品 然後我們這些 喔喔喔喔喔 真的很厲害 麥克風 MN 會一直到說我什麼時候要講什麼什麼時候要講什麼 我不會疑 我覺得是說的部分 大多數人都是說算是比較弱的部分 第一的話是平常我們看一些文件啊 或是平常往來的話 大部分都是用英文書信往來嘛 那說的話真的是機會稍微比較少一點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 大家可以口口臉書的機會這樣 我覺得是說耶 因為其實我們在Hiring的時候 當然對於這個語言能力上面會有要求 包含可能大家都有做過什麼 什麼透明人的分數啊等等 因為我們還會跟一些其他的國家商務的溝通 那有時候我們對調的他可能是Native Speaker 大部分的同學一定是在閱讀啊或聽方面 我覺得都算是有一定的程度之下 可是在說的部分 不見得只是怎麼去講 怎麼去表達 而是說整個包含你的說服力啊 你的那種比較氣場 不然那種自信的程度 我覺得就是跟Native Speaker 好像還是會有一些些的那種落差 然後當中我覺得其中的關鍵可能是 這種練習的機會 我覺得可能會少一些些 所以就會有一些影響 因為我們在Land Team的人手相對比較少 所以目前其實還沒有參與任何跟英語或是語言 學習相關課程規劃 那會過來除了主要是自己也希望能力上面的提升之外 也希望在近期如果有一些部門主管是提出 可能跟商務英文相關的需求的時候 這一門課程也是在我就是色列的其中幾個課程之意這樣 這堂課之前其實我會有點好奇就是說這堂課程它的主題會是什麼 因為它其實是英文課還有這個簡報跟故事 那在以往我自己上過的可能英文的課程就是英文課 如果簡報課它其實就教了一些簡報啊 或說故事的技巧 那這堂課我覺得它蠻特別的地方 它其實是把這幾件事情結合在一起 它就是用透過英文的方式 然後再去做故事力的一個呈現 然後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在課程當中 JAN老師有提供我們幾個那個劇型 它有來講一個那個說故事的架構 然後其實在前面的鋪陳 然後整個到climax跟到收尾的階段 其實都有那些的劇型可以用 其實如果你平常叫我用英文 然後就很快的要產出個故事 坦白說沒那麼容易 可是在剛才上課的過程 其實我就照那句型 就這裡面開頭的時候就挑一句 中間的時候挑幾句 那其實很快它有用這些的劇型 是可以組成一個還蠻完整的故事的架構 那我覺得它的這個實用性蠻高的 HR其實各個Function 我們日常也都可以去使用 老師今天在課堂上分享的這個pyramid 去做自己在storytelling的這個部分 那我最想跟同事分享的也會是這個 我覺得這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在講故事的過程 其實你要去吸引人 然後進入到你的故事 然後產生共鳴 我覺得講故事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平常自己在講母語的時候 其實並不會有模板這件事情 可是畢竟英文是我們外國語言 那對英文好的人而言 他們可能你腦中已經用英文在想東西 但是老師給的模板是一些提示用字 或者是外國人 或者是在演講表達 你看到常常用到的一些字詞 還有開頭用具 那其實這些東西都很實用 對它並不是像考試那個樣子 但是你把它套在你的簡報上課 或是對客人聊天等等 或寫故事而已 其實非常有用 我自己在短短幾分鐘裡面 也想一下我的 在到目中的考試可以提寫 其實還蠻有用的 教授的課程是從 商務到社交的國際溝通力 那其實我在企業一直在教的課程 其實一直都不是把英文 當作一個學科在教 因為其實台灣 不論是坊間的企業內訓課程 或者是我們台灣教育 從國小一直到大學 已經有太多教大家怎麼學英文 怎麼背單字 怎麼學文法 怎麼寫作 他們需要的其實已經不是 單純把英文當作一個學科 來教他們怎麼樣把英文變好 他們更需要的是 讓英文這件事情 變成個溝通工具 怎麼樣讓它能夠在 國際的場合上面 能夠脫穎而出 所以舉例來說 嚴肅的商務的會議上面 我要怎麼樣進行談判 怎麼樣距離力爭 怎麼樣說服老闆 我要的資源 或者是一直到我們的 比較軟性的社交場合 平常說我在會議前 我要怎麼樣進行smart talk 讓我們談正式的時候 可以更輕鬆更自在 因為在smart talk的時候 建立一些小小的連結 其實在我設計課程的時候 一直都是結合我自己過去 在國外工作的經驗 或者是我國際交流 或是各種國際會議 長和這些很實戰的經驗 在不同的企業看到 不同的程度 職位背景產業的同仁 他們遇到困境 然後再針對這些客戶 去做客製的設計 讓他們今天學的東西 馬上下課之後 就可以在職場上面 產生立即見效的效果